Nike 艾迪达 New Balance Under Armour 都是他家耳熟能详的国际运动品牌 而近年来 讨论度最高的是他 Lululemon Lululemon在全台只有8家实体门市 但市值曾经打败艾迪达 成为仅次Nike的全球第二大运动服饰品牌 不过就在今年下半年 Lululemon的股价相较去年最高峰 跌了超过一半 曾经的瑜伽服王者 走了 掌握大事趋势8分钟看懂天下 大家好我是文月 话说我练空中瑜伽已经快要三年了 衣柜有一格都是放瑜伽裤 里面就有好几件是Lululemon 这集的8分钟看懂天下 带您看懂这个来自加拿大的年轻品牌 如何凭着一条瑜伽裤 一度跃升为全球第二大运动品牌 但又发生了什么事 让股价一年内夭折 还有翻盘的机会吗 而台湾供应链是靠着什么 从中成为最大赢家 回顾Lululemon的王者之路 起源于26年前 创办人Tripp Wilson 发现他家附近的瑜伽教授 从原本只有6个人上课 短短一个月增加到30个人 而这些上课女性 几乎都是穿排汗效果不好的 棉职运动服 这一幕催生了Lululemon 品牌创立初期就深入在地社区 定期举办社区瑜伽课 身心灵讲座的这些活动 甚至把晚上的工作室 变成瑜伽教室 把TA精准描在中产阶级 重视自我成长的女性 代言行销不是找明星 而是找不同体型的瑜伽老师 跟运动员 让他们边运动边回馈 逐步改良的同时 靠他们在上课过程当中 推广给学员或是粉丝 在当时还没有网红概念的时候 这些人可以说是行销界最早一批KOC 而能成为瑜伽库鼻祖 Lululemon产品核心 靠的是特殊机能性布料 穿起来虽然是贴身 但是弹性跟透气度都比棉职运动服好 外加一系列的小贴心 包括把会摩擦皮肤的缝线缝在外面 设计内衬解决视觉尴尬 还能够凸显身材 瑜伽库这个概念就在Lululemon的打造下逐渐成型 靠着稳固的基础 疫情爆发后 吹起的运动健身潮把品牌推上高峰 2021年底 Lululemon市值冲到将近640亿美元台币两兆的糕点 挤下了爱迪达成为全球第二大运动服饰品牌 不过这样的气势还没维持多久 今年开始走下坡 宝座都还没有坐热 瑜伽库王者要面对的压力 已经越来越沉重 近期最大的打击 是今年新推出的瑜伽服系列 才上市几个礼拜 就因为负面声浪太大 像是缝线不服贴 裤头太紧等问题被迫停售 而大环境也不如以往 Lululemon的品质和设计 虽然有瑜伽界相耐而支撑 但是在通膨之下 消费者不得不垫垫自己的荷包 北美市场需求疲软 同时又有越来越多新品牌竞争强势 以今年欧美瑜伽市场来说 就有Alo Yoga 还有Vauri在瓜分市场 这些品牌不见得便宜多少 但是设计风格有更多变化 社群操作也更灵活 除了跟潮牌合作 还会利用国际明星加强曝光 而最关键的一点是 以高技能布料 抢下市战的Lululemon 并没有这个独家技术 其实创办人 Chip Wilson曾经在2011年 想要买下布料供应商50%的股份 确保掌握产品开发的护城河 但当时被董事会大回票 Lululemon股价在去年底 破500大关之后 开始溜滑梯 今年8月跌到剩去年高峰的一半 摩根大通把Lululemon 从顶级股票名单中剔除 花旗银行分析师 也把他股票评级降级 摩根史丹利分析报告就指出 Lululemon不止今年才刹车 未来也很难再复制过去的标速成长 王者就这样回不去了吗 其实还有一线曙光 打开小红书 热搜榜的常客之一就是Lululemon 已经进军中国10年的Lululemon 2018年在中国是只有10间门市 但今年已经扩展到130间 在中国市场能够逆势成长 关键在于大陆的迁徙世代 和更年轻的Z世代 正追上全球健康趋势 把运动视为追求自我的方式 在年轻人爱用的小红书上 潮流时尚 运动健康 甚至Lulule平替同款 相关的标签热度都很高 长期举办课程聚会 邀请瑜伽教练 网红还有运动员建社群 增强品牌连结也发挥了成效 成功把瑜伽库市场从无品牌的小众市场 打造成中产女性 人手一条的爆款 同时随着市场调整策略 Lululemon执行长就透露 高达35%的中国营业额 来自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的产品 像是瞄准更瘦 更身材娇小的消费群 推出的AsiaFeed 还有为7系跟过年的特别设计系列等等 根据汇丰银行估计到2026年 中国将占Lululemon全球近130亿美元 总销售额的五分之一 意味着Lululemon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 将超过苹果Nike或星巴克 当然图围不能只靠一条路 现在品牌也正积极开发高尔夫 网球装 还有可以穿取办公室的轻便库 而在这个运动品牌相争的战场 台湾角色尤其吃重 刚前面有提到 Lululemon由肾转衰的原因之一 就是无法阻止竞争者使用相同的高机能布料 想要买下供应商一半的股权也没有成功 在风险控管报告中 Lululemon自己也点出 在产品的技术 布料跟生产供应商的知识产权上 并非完全归品牌所有 而这家高机能布料供应商 正是台湾公司如虹 如虹在2017年宣布跟亚马逊合作 运动服饰的时候 就曾经让Lululemon的股价跌过一波 被称为机能部支付的红震海 成立如虹纺织已经47年 从苗栗起家的四人公司 如今是纺织业骨王 几乎成为创新机能部的代名词 Lululemon跟Under Armour 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崛起 最重要的产品核心 就是靠如虹的技术 如虹的优势在于不只能够提供布料 还能够垂直整合生产供应链 包含了织布 染枕 定型 成衣制造 多年前就已经用机器人帮亚马逊吃衣服 现在更用AI机器人染布 不断提升产线智慧化 加上快速反应能力 把纺织业从西洋产业变成台湾之光 也因为如此 许多和Lululemon形成竞争关心的品牌 也来敲门 今年10月 如虹在法说会上就指出 新客户当中有6个小巨人 业绩成长快速 点出了当前全球运动服饰品牌 竞争版图正出现变化 除了跟如虹有合作 被视为Lululemon头号对手的 Alo Yoga布料 也是找红圆等台厂供应 台湾供应链在这场运动服饰品牌竞争下 俨然成了最大赢家 成立不到30年的Lululemon 靠着天时地利人和 挤进了国际排行榜 但在快速变化大环境下 迎来的是挑战更大的招牌保卫战 常听到百年老店百年企业 现在想起来一间企业或是品牌 可以做到百年还真的是很不容易 要经过多少时代的考验 才能够走到百年 你觉得现在运动服饰品牌中 市值排行第三的Lululemon 还能够再超越爱迪达 再拿一次全球第二的宝座吗 赶快留言跟我说 最后记得按赞分享留言 8分钟看懂天下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我身上瑜伽家课也可以穿瑜伽服吗 可以啊它是运动的啊 你看我今天晚上要去打 那个羽毛球 这就是Lululemon的 蛮好看的 只要一起买 诶它是真的蛮有弹性的你看 很透气 男生穿入镜 蛮特别 男生有男生款啦